你不是想喝咖啡吗 我带你去那个姐姐带我去咖啡馆 你想去吧 我这是为你瞅想 他那个环境特别好的跟你说 他那你刷着手机喝着咖啡那么安逸 你想想我才 那你请客我就去 你过你的压岁钱都藏点了 你请客我就去 这次我请你下次请我 可以可以走 还把门关上不让我看我来搞个突然洗劲 我知道你才来了 装了多少钱啊 200够吧可以可以我会带着学习机啊 对你们到晚玩手机我那么无聊 有学习机陪你练口音也不错呀 这个学习机小小的出门带的很方便 别看他小小的那种几千块学习机给我的功能他都有 你们看这全课同步学里面有小粗高斯门学科的精品课 试评可以学 这里面还有语文听读 你看可以听课文 音语也可以听 还可以在这个AI精准念你做题 就能知道你知识掌握的情况 然后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他有针对册 然后呢就能针对错题进行练习 这个全课背诵不含了小粗高 必备古诗词和文艳文 还有AI背诵检查功能 你看检查结果 这里还有全个大一对不会做的题进行派在尔书所 然后这里有解析有相关知识点 还有知识点视频缓解 然后加入错题本 还可以对错题进行错题研印标注 最近升级的新版本 还可以和AI老师念口语 I'm good at running When was the last time you ran 这里还有专项突破 数字拓展 功能很多 性价比真的很高 要不要喊一下爸爸 他是我偏心 不要喊他 他还不懂情点又是浪费钱 我都听到了 他还请了还不带我去 平时他都是一包不拔的 我不是说带你去啊 这是让你认识路线草方便请我们 诶 聪明 Hello 这里的环境确实不错 喜欢把你的学习机给我用一下 我知道你的 给我一杯咖啡用英文怎么说 给你一杯咖啡 这个真的非常的智能 小爱学习机上有什么问题也可以问他 小爱提到用英文怎么说 小爱提到用英文怎么说 下次爸爸请客 我都看不起咯 爸爸的五爪烤奶 我这个是荔枝梅 没什么还要帮我租 上次跟姐姐来吃那也是 小爱说这几个凳子都很舒服 挨个给人家做一下 爸爸又玩放手机了 现在出门都是一人一个手机啊 孩子出门要是没手机的话就很不聊 要是看手机的话 孩子又会不自觉的玩游戏 带这个如果不在学习机 出门就挺好的 不见学习方面 还可以随时随地练习口语 小爱还在跟他聊下周去干啥呀 每次女小爱想跟妈妈对吧 妈妈都对不上 对她听了跟我说 How are you 我听完电影 对啊往水平有限